自不熙来下台后 中共政治局委员张德江被紧急调往重庆 随后重庆接连不断的爆发群体抗争事件 在重庆万圣事件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重庆双桥民间抗暴又不断升级 当局采取暴力镇压的手段 导致民间更大的不满 张德江似乎陷入泥潭 难以应对 重庆市万圣区万人的反合并抗争 从4月爆发至今 政府还没有拿出善后方案 最近重庆又爆发了大族新区双桥市民的抗争事件 大纪元新闻网报道 薄熙来当证实 原双桥区被数为全国的所谓样板区 实行农村城市化 招商引资热炒得十分火爆 因此农村耕地被政府大量圈战 征收价每亩约1万元左右 但当局转手倒卖给开发商 每亩高达几十万元 甚至超过百万 造成双桥区粮田大量荒废 工厂林立 而双桥区的党政要员 上至区委书记 区长 下至村籍的村长 队长 在炒卖土地不法活动中 巧利明目 中饱私囊 大发横财 一夜之间成为腰缠万贯的爆发户 利益受到损害的农民们 为了拿回政府当时承诺的权益 开始一波波上访维权运动 自薄熙来下台后 中共政治局委员张德江被紧急调往重庆 在处理双桥区民众的维权抗争时 张德江调动公安 防暴警察 武警 城管 保安等数千人 用暴力驱逐聚集的农民群众造成上千民众受伤 导致民间更大不满 双桥的工商市农 各个阶层自发的声援无辜农民 并掀起罢工罢事 抗议当局 事态还在不断的蔓延扩展 张德江现在在重庆县位移产 整个的这个重庆 到是抗议啊 节点不断 而且声势很大 独立评论员洪健表示 重庆是个烂摊子 薄熙来掌权时留下的后遗症太多 太复杂 随时可能爆发 其实那个张德江啊 就是一个血涉派的一个人物 但他在镇压法轮功 镇压维权人士 掩盖温州洞和残骸 残忽腐败方面 六级斑斑 那这样的一个人 为什么能够去接掌重庆那个那一块呢 张德江他这个血涉派嘛 他本性不改 那他还是用了一种残骨镇压的手段 去来对付那个民众的维权事件 这个一个事件呢 已经引起了一个全民的公愤 据报道 经过了两个月的万人群体抗争骚乱 万胜区当地民众与警方出现互不侵犯的僵持状态 万胜区目前即使民众三五成群 白天在街头聚集 维稳单位不会主动动手 双方都相对疲累 有中国民间维权团体呼吁当局 让万胜全区市民通过投票来解决问题 大陆维权团体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黄启呼吁 既然目前万胜地区情势僵持 政府是否考虑采取区内全民公投方式 让民众选择行政区署的最佳解决方案 以此作为今后 解决公民社会类似矛盾和冲突的方法 而万胜居民向天网表示 官方已派人征求民间意见 但咨询流于形势没有诚意 当局一如既往的采取统战策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